发财了 你敢相信最近北方海里雪鱼泛滥了 没错就是高档餐厅里一片就动辄近百元的香鲜雪鱼 出于好奇 我和雨泉找到了当地最好的船长 花费800块钱每个人 说能带我们去最出鱼的私藏鱼店 我和雨泉立马飞去北方 看他究竟能不能大赚一笔 开了两个小时才到调点 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到了到了赶快 茫茫的一片海 什么标志性的都没有 这才是真正的远海了 就这种没人地方才出鱼啊 这鱼一本有多大呀 大了呢 二十多公斤 钓法非常简单 钓巨物就得用巨物 这个铁板比手机还重 在脚底下 差不多二十层楼深的海底 有一艘沉船 沉船周围有上万条雪鱼盘旋 就是让铁板沉到水底 上下抽动模仿小鱼的样子 吸引雪鱼攻击 可以了 你应该种鱼了 种了 这么快 那今天是能暴脸了这个节奏啊 我也种了 你也种了 以前这么暴躁吗 太暴躁了 下集就是 哇 这么大 哇 来了 哎 哇 龙鱼的 你咋尽量这种不正经鱼呢 底下明明是雪鱼群 要给你招的 玩玩看 这只雪鱼 哇 这个老漂亮 好漂亮啊 还有小胡子 没想到鱼全突然开始疯狂 哎 上了 中了 这个大不大 这个大不大 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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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白 哇 是雪鱼 我抬不到 我来 我来给你抬 我来给你抬 哇 哇 一看就从深海底下上来的 眼睛都涂出来了 又来 都没放到底 就中了 哈哈 哈哈 你咋的 都已经半生不嘴了 哇 又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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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鲁鱼 海鲁鱼 哇 哈哈 三种鱼了 你看 三种鱼了 第一次感受到刚到这桩鱼啊 玩一不 为什么 地上做好地方 看男的走快又不快 抢越引力了是吗 哇 再又终于这种雪鱼 找谁爱了 想到就在这时我们动静太大 不经历渔船看到我们终于都赶了过来 那边又来个大船 全是杆子 一排钓游船 这个大船能往这儿跑 本来大船不会来这儿吗 对 不知道这边 看他们的那么那一排杆子 看到两个我看 他们那要是连杆的话 这一个点就空掉了 这这口不好啊 我就杠杠来杠到这还行 干脚船长建立了 只能靠我们自己来 现在真的要开始抢鱼了王一波 是啊 再不抢被别人抢走啊 赶快赶快 但没想到 大船的抢鱼能力这么强大 鱼口越来越少 鱼群都在往大鱼船靠了 钓了一伤 原本几条 船长一气之下 不带我们去他压箱底的标点 但要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在其他鱼船发现标点前 赶紧钓完走一 开了一个小时 终于到了 船长说 正好来了一波大鱼群 时间紧铺 做好巧去准备啊 准备开工了 来口来口了 我这边口也可以 我们都照完了吗 还照啊 赶快上鱼吧 其实我都唱好了 大人一定下来 做屋门不丢死一个了 哈哈哈哈 已经摔了 哇塞 你也上了 你也上了 海底下很暴躁啊 哇 这个都上大钩了 这个 哇塞又是大的 哇 这么大 你这个也不小 不小 我们后半厨的报链接 争许把船里出满 感觉大了 哇 哈哈哈哈 不到半个小时 巷子就装满了 船长又拖来了个箱子 要我们继续 哎 我又累死了 哈哈哈哈 大到绝望 哎 我现在终于已经感觉 非常的有负担了 哈哈 我什么啊 脱臼了 彻底累了是吗 老累啊 歇会儿吧 歇会儿吧 你得写 哎呦 我问你呢 写什么写 刚才不干嘛 吃完东西吗 哈哈 你得吃一个 哈哈哈哈哈 我一波感觉 找了一份工作 说来打出过 你也不能说你啊 笑死我 抱底正雷 不赶快哨鱼 吃东 哎呦 老累了吧 老累了吧 你要讲你试试 老累了 累死我了 我们都不是电动呢 哈哈哈哈 连续拉了几个小时 实在是吊不动了 哇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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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天 发财了 这么多全是鲜鱼 给你买包了 啊 不值钱的鱼啊 啊 这鱼不值钱 不值钱 多少钱 八块钱 八块钱 买包 我以为鲜鱼很贵呢 我真是服了兄弟们 这么一堆鱼 还不够一个人的船 谁能告诉我要底盘啥鱼 才比较值钱啊 进去喝点生烟料汁 晚上就吃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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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过生烟鱿鱼吗 上一期竟然有差不多 五千万人 看我生肯了一只鱼鱼 结果评论区炸了 说鱿鱼最好吃的做法 应该是生烟才对 据说 这种用活鱿鱼制作的潮善毒药 一口入魂 永生难忘 出于好奇 我又带着王一博 找到当地最好的船长 说能带我们找到 又大又鲜的鲜鱼 我俩立马飞去海边找他 这季节的鱿鱼要玩 我实际是全年最大的个头 全都是这么大的 四五斤 那不是很值钱 一条就四五百块钱 之所以贵 是因为市场上 很难买到新鲜的活鱿鱼 想吃到最鲜最好吃的鱿鱼 只有鲜钓鱼吃 来接一下 带着生烟料汁 哇 有味而来 待会儿钓到大鱿鱼 就直接搞里头 钓不到就喝糖 但没想到 一出海就遇到情况 这看到没 这两个船 是双拖网船 后面拖了个巨大的网 他们就是两艘船 一起往那边走 然后把水底下的 所有的鱼 身材都破坏了 因为今天风浪大 很少有船出海 于是这些下网船 就都出来搞生产了 不过船长叫我们别担心 说带我们来的 要点支援 好到根本不怕拖网 这就是国内 数一数二的鱿鱼 胜低 三门岛 整个海岸线 随便下干 跟着中鱿鱼 提出 卡斯丁 维鲁斯 这也是维鲁斯 我还特意 为了这次钓大鱿鱼 买了两根 专门钓鱼的杆子 起码诺达一瓦 一人一根 我还整了个大雕像 来钓鱼 法很简单 就是用这种木头做的下 尾部有散状狗 鱿鱼见到 就会抱住木下 然后一次就勾上来了 接着把虾 跑到鱿鱼长省的烂石去 抽几下杆子 做出虾逃窜的动作 吸引鱿鱼注意力 手都抽脱臼了 却一口也没有 要着倒 换了一个又一个掉点 但随处可见 大拖网船在作业 馆长突然想到 还有一个丸子没守过 这里比脚隐蔽 有可能还没被拖网船 临性滚 没想到 正在这里找到了鱿鱼群 中了 中了 哇塞 哇塞 这个巨油了 王一伯 大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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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喷没了 喷没了 喷这么多 哇 这个超大 王一伯 哇 有差不多五斤重了 当地一斤能卖一百块 可想耳神 有多好吃 不急的 还有心跳 是啊 会在跳动 来点二锅头消消毒 这一下把它搞晕了 喝醉了 撑油鱼还没完全晕过去 赶紧下颜料 这个至少得延一两个小时才能入味 我已经馋了开始 这时鱿鱼群还没上开 必须要赶紧下个 哦 哦 哦 是 是 是 我中了 哇 这么大 哇 超级大力 这应该是我跳舞最大的鱿鱼了 哇 这个大不大 这个没刚刚才大 哇 哎呦 不好意思 淘汰 这个我的 哦 这样子吗 这样子吗 哦 这么多了 这么多木 哈哈 出手 很欺人的 然后粘着我 哇 先放进去吧 这就中了 是鱼啊 哈哈哈哈 哦 进去喝点生烟料 晚上就吃你 哎呦 呦 哈哈哈哈 啊 啊 哈哈哈哈 是崩在脸上吗 哈哈哈哈 这么活泼 吃起来肯定又Q又甜 本来想趁着鱼口好 多钓几只 但是船长说 下午海上会来风暴 现在不走 就回不去了 死心有没有 我走 哦 哦 哦 风浪太大了吧 一会儿 下次再来冲啊 真啥也没钓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一路上 腌回来差不多 腌了能有一个钓石 基本上应该已经入味了 看看 我滴嘛 咋是这颜色 那这个瓶都抽出了 哈哈哈哈 不那么全是墨汁 不过这些墨汁都是能吃的 那些料汁已经全都渗到里面去了 不过这个应该已经是最好吃的味道了